尽当不坏神功状态的程世飞 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竟然以一人之力 玩虐断天涯和龟海一刀两大高手 打得两大高手毫无还手之力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都是铁胆神猴的考验 就在半天前 程世飞来到了考验的第二关 这里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美酒美食 程世飞经受住了贪欲 没有对金银财宝动手 可却没能忍住口腹之欲 他用银簪试探韭菜无毒之后 便拿起韭菜大块躲移了起来 等到程世飞酒保贩足 才发现自己浑身发热 有种浴火焚身的感觉 上官海棠告诉程世飞 他们在酒中动了手脚 这种酒单独喝没问题 可一旦与程世飞身上的酒花玉露高结合 就是全天下最厉害的魅药 这一关考验的是程世飞的定力 程世飞接下来必须战胜色念 才算是通过这第二关 在魅药的影响下 程世飞很快出现了幻觉 眼前出现了一大群美女 各个容颜动人任君采邪 程世飞在原始欲望的驱使下 差点就把持不住沉沦地下去 幸好在关键时刻 他又靠着毅力坚持了下来 没想到这个实景之徒 他有点能耐 但他这样坚持下去的话 可能体内的境外会承受不住的 你放心 这一关他过不了的 他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铁胆神猴的话音刚落 程世飞果然再次失去理智 扑向了眼前的美女 可在最后时刻 程世飞想起了云罗郡主 还是显知又显地恢复了理智 为了避免自己犯下大错 程世飞想起了身上刻着的武功秘籍 看到这里分享一个小秘密 如果你想了解汽车的真实销量 直接打开董车地 买车选车不迷茫 程世飞用出了少林静心咒 成功驱散自己的色念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暗中观察的铁胆神猴健壮 也不得不佩服程世飞 当真是有两把刷子 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二关 而接下来的第三关 程世飞来到了一间寒气弥漫的冰窖 冰窖中有两根冰柱 冰柱里放着上方宝剑和单书铁券 在程世飞进门的那一刻 冰窖的石门便开始落下 程世飞需要在石门落下之前 融化冰柱拿出两件宝物 否则石门一旦落下 程世飞将会困在冰窖之中必死无疑 或者他可以选择直接离开冰窖 放弃考核或许可以留得一命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 程世飞在自己的脚底 找到了昆仑烈焰掌的心法 当即按照心法运转内力 凝聚出了一个火球 再将火球的炙热能量 灌注到两根冰柱之上 程世飞 双手同时用出了昆仑烈焰掌 两根冰柱在高温的炙烤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露出了里面的两件宝物 程世飞见状拿起两件宝物 但在石门落下的最后一刻 用单书铁券顶住了石门 被小子挺硬了 竟然还不肯放手 但是他没有动静啊 会不会死了 上官海棠担心程世飞出事 连忙打开机关前去查看 发现程世飞蹲在石门旁边 手里拿着单书铁券和上方绑剑 全身结满了冰霜 看样子是凶多吉少 果然不出所料 经不起折磨 铁胆神猴的话音刚落 程世飞的眼睛便转动了几下 哆哆嗦嗦地表示 他拿到了两件宝物 询问是否通过了考验 欢迎你加入护龙三状 恭喜你了 你现在是皇子第一号了